现在的时间是中式晚上十点半 我们在南港的中式 我们今天不再有字幕 因为它是一个现场的节目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要访问一位贵宾 他就是著名的国际见识专家 李长宇博士 哈喽 你好文权你好 各位观众好 这个这几天其实我也看到 您接收不少节目的访问啊 所以我大概问一些 跟他们不太重复的问题啊 我先请教个比较轻松 在319案发的时候 或者说当天很多新闻 Broadcasting的时候 你人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我在Sacramento 加州的首府 加州的首府 我站在那里一个graduate class 在教书 我的研究院的课程 在西部的 我是住在东部 University New Haven 是在New Haven 但是它有一个extension Sacramento 它有一个分部在那边 对了 我正在那的时候正在教书 但是如果是Sacramento的话 它是加州的时间 它大概也是晚上九点多了 因为我那个class是concentrated class 一个concentrated class就是给一个semester condensed 所以你就是非常密集性的一个礼拜的上课 一个礼拜上课 从早上下午 然后到晚上 所以这研究生就有机会 你第一次听到319案件 从哪一个管道听到 是从电视上课 还是朋友打电话 当然上课你不能看电视 当然上课你不能看电视 是从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 他们找到我 知道我在Sacramento 就希望问我的意见才听到这个事情 问你的意见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还是你记忆 第一个 I don't believe it 就像很多的时候 像Kennedy assassination You don't believe it 你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 11月November 22nd 1963 那时候我在台湾 在台北市警察局做行官 当时听到美国Kennedy总统被刺的事情 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会发生 当然当时我听说 陈水扁跟吕秀莲 总统副总统两个人同时被刺 因为这是在世界上 犯罪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当时呢 我的reaction也是跟大家一样 surprise surprise 在这个319之后 你曾经在纽西兰 那个时候就是你来台湾 开始被委托做物证的鉴定之前 当时你在纽西兰参加一个 也是跟国际刑警 见识有关的国际会议 那么有个报道说 你播放了整个319所有的过程 播放完以后 专家说 这样就完了吗 这样就完了吗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国际史上有这样一个暗杀事件 就是第一个 两个都受伤 第二个 两个都没受重伤 第三个 当场特勤都没有反应 是不是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 百分之 maybe 70 correct 当时我正在纽西兰 他有个国际会议 他请我做 kino speaker 当主讲人 当主讲人 不好意思 因为我得不断地帮你翻译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有关系 我想刚从美国回来 都有这个习惯 当主讲人 所以当时好像国内 大概是TVVS 或者哪个 几个电台去了 带了一个 当时的录影的real 新闻卷 新闻片 所以我并没有到台湾 我也没有新闻录影片 所以这个 至于讲319 这个影片 不是我的影片 这是新闻的影片 当时因为我的时间很忙 所以我也没有时间看 所以正好我讲的时候 我可以叫这个organizer 主持人能够有放映 这个录影片 我也有机会看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跟其他的各国的 建设专家 我希望他们也跟我提供 一点意见 大家一起看 他们提供了什么意见 他们每个人看了 就是总统副总统 同时被打 也是觉得surprise 每个人也是觉得 到底是有多少物证 因为我们做见识科学的人 就是search for evidence 找物证 至于谁打的 动机什么呢 通常我们判案的时候 先不管这样 在70年代的时候 当时我们破案的时候 是找人 从人方面做手 早期的时候呢 先给所有的嫌犯通通抓来 这悄悄答答 总有一个答案 咒一顿 刑讯 所以刑讯呢 在从历史以来 都是很多刑讯的 但是呢 在美国 1979年以后 很多高等法院的判例 好像Miranda 这些判例呢 限制警察 用刑讯 所以那时候呢 开始就 找 就是三拼 英文叫 Motive Opportunity and Means 中文就是说 它的动机 它的机会 能不能做这个案件 机会 第三个 就是方式 所以通知 方式 你觉得物证可以 找到方式 未必可以看得到机会 这是我讲 在1980年代 破案的方法 到了2000年代 现在新的破案的方式 都是以物证 有当事证据 讲多少话 可是如果说 在一个重要的 重大的政治案件 也就是319 当然是一个 重大的政治案件 那它是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 政治案件里头 它其实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单纯的社会犯罪 一个是重大的 政治犯罪 这个政治犯罪 就是它有 重大的政治动机在里头 所以 像我们看到以前 台湾的临宅血案 它现场一定把你破坏掉 它使你破案成为不可能 所以如果说 你们坚持用物证 来切入的时候 就是说明了 这个案子根本不能破 不是这样讲 假如每个人破坏现场 我们都不能破案 那我就不要吃晚饭了 你越破坏现场 你留下的证据就越多 我医生很多案例 好像我其中一本书 讲一个心脏医生 他给吸引现场 匆匆清洗了 从布现场 给太太 杀死太太以后 给太太从二楼丢到楼下 然后给她的尸体放在车上 开着车 创着电线杆 做成一个创车的形式 然后再跑回去 给家里冲刷 洗干净 这些你越多的 repetitious action 就是一直 越做越多的话 你留的线索就会越多 最单纯的案件 最难破的就是最单纯的案件 我们那就我们回到319这件事情 319这个事情呢 比如说它的现场没有被封锁 它的子弹是后来被放回去的 那你觉得 子弹我不晓得是不是被放回去的 这只有两颗子弹 一颗子弹是从医院来的 一颗子弹是刑事建设人员 我讲错了 我讲就是它退出来的弹壳 后来是被放回去 放完整 据我所知 因为我不在现场 我想你也不在现场 所以我们只是听别人讲 我看到的资料 告诉我是老百姓捡到的 然后交给一个警察 那个警察就问他你在哪里捡到的 然后就他说在这里捡到的 然后就放回那里 这是我了解的 我们做监视工作只能看不正 至于这个两个弹壳的来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不愿意批评 因为我不晓得 我自己也不晓得 所以基本上来讲你认为在那个现场里头 如果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打两枪 他的弹壳掉在同一个地点 然后在那个地方被捡到 经过30小时 这都是可能的事 是很可能的事 我们常常有同样的性质的案件 有很多的时候 弹壳被踢到阴沟里边去了 有的时候警察不小心踩到自己的脚底下去 所以基本上来说在319里头有好多个巧合 那我想请教一下李昌宇博士 怎么样去看待这种巧合 就是你一直放在就是物证 那物证是哪些物证 我们待会后面可以来谈 第一个我们看到319强件 第一个他早上穿防弹衣 下午不穿 第二个他特勤完全改了 一般正常的编制全部都改掉了 那么在你讲了80年代的犯案 办案方式里头 他可能就是说谁创造了犯罪的机会 那第三个就是当场特勤都没有反应 那这跟中华民国过去所有特勤人员的训练 以及之后特勤人员训练 包括保护我们立法委员的所有的警卫的训练 都不一样 那第四个陈日敏受伤以后是走进去齐美医院 第五个以这么重大的一个总统暗杀事件来讲 居然我们的国安局也没有要求当地的警察局 立刻封锁现场 所有这些巧合因素对你来讲都是合理的吗 对我来说我根本不考虑的 因为你要给见识跟侦查全部分开来 如果不是以见识家的角度 我是一个见识家 我不能不以见识家的角度 因为我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ase 假如我不direct 我跟任何医院的我可以speculate speculate跟这个factfunding是两件事情 那你认为台湾在调查我刚讲这几项因素 离开你的物证角色 以你过去非常多的侦查者的角色来看 这些问题要怎么去侦查 是这些问题应该被摆在那个地方 都不动不去了解他呢 这些侦查的问题是侦查人员的责任 你假如问我的话不fair了 你懂了没有 假如说我说你今天这个节目 为什么你穿黑衣服不穿红衣服 这个跟你的节目没有关系 今天我检查的是子弹 弹壳 现场重建 这几个问题当然是很好的问题 可是你觉得我该去问其他那些人 你应该问 不应该请教李博士 因为你问为什么不穿防荡衣 你应该问陈水扁 问他的警卫人员 你为什么不穿防荡衣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不穿防荡衣 你说情务特情改编 我不知道他的情务到底是什么情形 这些状况啊 就是说你觉得 他是不是应该在一个破案里头 属于该被调查的因素 这些都是 因为到目前为止 台湾在调查319里头 没有去调查这些因素 那是你告诉我 我也没有去参加调查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查 这些东西呢 你认为他们该不该调查 这不是我的案件 所以你不想说该不该 不是不想说该不该 这些事情在我没有了解 所有实际情形之下 因为我是一个从事科学的人 做一个科学的人 我一定好像我要发现 他平常有没有穿防荡衣 他的特情编制是怎么样 是不是有三种四种不同的编制 当场的反应是谁做主管 应该怎么反应 好像阿扁走进去 这个走进去是什么意思 是走到人群里边呢 走进去医院 假如因为这个呢 我可以解释 不过这比较不重要 那封锁现场 我想这比较是属于重点 对了 所以你 所以这些问题呢 假如现场不封锁 是不应该的 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主管 人员应该立即下令封锁现场 所以在这五点之内 只有现场 我可以跟你做一个强劲的答复 他们没有封锁现场 因为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问他们 现场有没有封锁 他们说没有 没有封锁 因为警察人员 刑警人员好几个钟点以后 才被通知 没错 三个小时后 三个小时之后才被通知 所以你假如这怪警员 你没有封锁现场 不得怪 这怪刑警 见识小组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去 那是 他们是无辜的 所以你要问的呢 就是当场现场是谁主管的 现场是由国安局所主管的 穿不穿反应是国安局主管 客情是什么 编制是国安局主管的 当场没有反应是国安局主管的 所以现在我们进到广告里头回来 回来我要继续请教李昌宇博士 在他的报告里头 他特别提到说 第一枪的对象是吉普车 我要请教他 谁有动机要杀吉普车 我们进广告 我说的是吉普车 我说吉普车 我说吉普车 嗨 解决各种工作上的问题 是我每天的乐趣 而肌肤问题 我交给Ole多元修护日霜 它含Vitonilson 能加快新陈代谢 将七种肌肤困扰 各个击破 肌肤问题没了 我就更能享受工作的乐趣 全新Ole多元修护日霜 Ole多元修护精华素 能减少前额 眼角 嘴角细纹和皱纹 令肌肤年轻细滑 Ole多元修护精华素 迪士尼皮克斯超人特工队 出道 到麦当劳 肖美加九十九元 超人带回家 从在他们的身上 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 对自己 对人生 对未来的渴望 他们是我的希望 让我有继续的力量 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但我能给他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孕育下一代 拥抱幸福人生 我叫Dave 我的职业是考虑 和测试 电脑的产品 但我最有趣的部分 是发现一些真正的 奇妙的 例如 Dablet PC 你看到这里 你能看到 它是设计和製造 发现了一家 专门的艺术 发现了一家 专门的研究 但在这家 专门的艺术 并且在这家 专门的模型 展示和化妆 专门的称 并且在这家 中间的产品 是在一家 在这家製造的 产品 又在这家製造的 产品 产品 它是从台湾 它叫 Tatung Smooth Soft And shiny There's no oxidation damage on my skin Nor my hair Great phenol fights against oxidation My hair is perfect 客户巨星几乎的 开始柔亮你的秀法 全新历史葡萄歌分析法入 Mark Superrich 2月31号你在干什么呢 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在家里看中视 第二就是在星光三月 星逸新天地和力宏一起 送走2004迎接2005 谢谢你们回到文青想不大的现场 我们今天是一个live的节目 所以我们并没有字幕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国际刑事鉴定专家李昌宇博士 在第一段的时候呢 我请教他319相关的问题 那李昌宇博士认为说 这些问题呢 不是属于鉴定专家 应该回答 他是由其他的侦查人员 或者是地检署 或者是侦调会 或者是我们政府 其他的机构的人 要去完成的 与他们有关系啊 那么当然他提到了在这里头 对他而言最有意义的 就是封锁现场这件事啊 我来念一段李昌宇博士呢 在他的神态李昌宇这本书里头回忆 当年他办了一个案子 是失踪的小女孩 他谈到那个现场被破坏啊 你特别提到说 封锁现场是侦破案件 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你到了现场 发现现场被他们破坏了 你相当的不高兴啊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在我们所看到的 您所做出来的这个 见识报告里头啊 你特别提到啊 这个在这个现场里头呢 它是没有被封锁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确定 现在我们在那个现场里头 得到了很多讯息 你觉得这些 比如说很多人谈到说 到底这个蛋壳 这么巧合的被摆在那里 是巧合的都掉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退的 退的蛋壳啊 是很巧合的在那里 还是被放回去 both the answer can be true 两个答案都可能是真的 那么再过来呢 就是说因为现场被破坏了 所以你很多很多迹象都找不出来的 那现场的破坏又对谁有利 所以我们只有两个解释 就是我们的 对不起这跟你无关 就对我们来做一个逻辑推理来说 就是这个国安局犯统至极 或是国安局参与犯罪 就变成只有这两种解释 所以你假设说你今天是 国安局的上级长官 你被要求来看319 抢奸现场 你认为这么重大的案件 他居然没有立刻通知刑事局 来封锁现场 你会怎么看呢 第一个 我不是国安局的高级长官 我一生不喜欢做长官 我选择见识科学 就是我不喜欢做长官 这件事 我参与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 热番薯 并不想接这件案件了 这件案件 你不管怎么做 都有人家会批评你的 一开始 有很多人说 我是联赞的后援会的 荣誉顾问主席 我一定会偏 你很care这些评论是不是 你很在乎这些评论吗 这些评论是不必要的 一个见识人员 你要给他空间时间 不能说不必要的干扰 这叫不必要的干扰 好像说 我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好 这关系很好 跟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 有些人说 我跟陈水边认识 跟律营人也很多认识 这跟我见识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假如给这些东西扯在一起的话 这个案子永远破不了 是不是 最大的错误 就是给所有的东西扯在一起 去考虑 假如我们不把其他的东西 我们如果不把其他gossip扯进来 我们今天的讨论 我们就单纯就这个讨论来看 如何证明1.45分是第一现场 二维一现场 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所有的物证 所有你做的鉴定 证明了这一点吗 还是这还是一个question 这是question 还是一个疑问 你假如读我的报告 讲得很明显 现场没有封锁 找到的东西是别人找到的 别人收集的 我并没有到现场 是 319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到4月才回来的 假如人跟人之间 没有一点点trust 信任 那这世界早就完了 假如说 我说这个子弹不要信任他 这个弹壳也不要信任他 什么东西都不信任 那我何必回来呢 是不是 这子弹 对见识科学的家来讲 我们从子弹上 看他的围物 看他的蛛丝马迹 看他的痕迹 就好像一本历史书 你在看任何一本书 你可以看出来 他经过了什么 这个子弹告诉我们 经过了什么 所以你觉得那个子弹 跟弹壳可以证明 319枪击案的1点45分 是第一现场吗 我并没有说1点45分 我怎么知道是1点45分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可以证明这一点吗 1点45分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证明 它是唯一的第一现场 时间我不知道 时间还是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从那个子弹 我可以从那个 技补车上的玻璃动 我看到有玻璃动 在Newsreel 新闻的纪录片上面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 当然很多民众写信给我 很多专家学者 说那个玻璃动 是贴上去的 有很多人用石头打出去的 有的人是用锤子打 有人说用严钉跟加锤子打 有些人说用棋子打 假如我听每个人讲 那我这一行也不要干了 是请教一下李博士 在你的报告里头 就是跟我们所听到 李秀仁副总统的看法 刚好完全相反 李副总统他认为说 第一枪是针对他 他甚至曾经呢 在他的319枪集纪实那篇文章里头 认为这可能是他的同志 要杀他来解决 这个总统大选的问题 后来他又把它删掉了 所以登在报纸上的 删减成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没有登出来 但是三分之一没有登出来 他又是透露给在现场的 其他的媒体记者 那可是在你的报告里头 你认为第一枪不是针对他 根本就针对 我也没有说没有针对他 也没有说针对谁 我说第一枪对着吉普车 这是针对谁 我怎么能知道 但是第一枪是打到他的脚 这是不可以 不会否认的事实 你为什么认为 在什么状况里头 你觉得这是需要问的问题吗 有什么人要杀吉普车 要第一枪针对吉普车 那我不管这个事情 我的事情 那个弹洞 那个洞 在吉普车上 是不是子弹的洞 这是对我比较重要 至于说杀谁 等到你找到枪 找到人 自然就 找出这个答案 那是旧时候办案的方法 找动机 动机很多 任何一个案件 我们通常在国外讲 最少有16个动机 16个动机 每个都有可能性 所以你要从物证去看出来 哪一个东西是真正的事实 因为动机的可能性太糟了 我只是看物证 哪一个是事实 假如我一开始算动机的话 那你就又走到这个 criminology的 这个方向 这个 我只是个例子来讲 我们台湾跟台湾无关的 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 最近这个Ukraine的 Yushiko 就是他们这个 反对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26号 他们就要投票 三天之后 他的脸被 poison election 他的脸被下这个 代奥性的毒 那么这个 一个奥地利的医生 就是认为说 他被下毒 那另外呢 法国的医生说 他可能是自导自演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下毒要毒死他 再加一点剂量 他就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里头 毁容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呢 所以法国的医生认为 他是自导自演 奥地利的医生认为是 他的这个 执政党的 KGB 就准备杀了他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一天到晚说 你怎么去查 是动机 那我 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了 你要查的时候 是查物症 查物症 poison 这是事实 验血验出来了 他的分量是多少 他的metabolism 就是他吃进去以后 到了多少 到了皮肤 到了血液 到了头发 我假如给他分析出来 以后 知道是他 一个礼拜之前 三天之前 一天之前 那我就 从物证会说话了 我假如整天想 法国医生做得对 说得对 或者澳大利亚的医生 说得对 如何 两个人都有可能 什么东西都可能 这个世界上 impossible 说任何东西 不可能 就像今天我们两个 在这里对话 你说不可能 天上掉了个石头下来 有没有这个可能 也许有这个可能 可能可能地震 所以你认为就是在你针对一个319案子的发生过程当中 因为许多人评论我们的刑事局了 就是我们刑事局的侦办方向 从一刚开始就是有319枪劫案 这件事情就是有这个总统刺杀事件 我就是要抓凶手 所以人们谈到就是说 他根本预设了一个立场 就这个立场 绝不可能是总统跟国安局参与犯罪 他只是一个社会性的犯罪 那换句话说 很多人认为说 刑事局在办这个案子里头 其实有他的预设立场 那我就想请问您 你刚刚讲说 做一个物证 或者做一个犯罪现场的重现 或者说对一个所有的侦办 他必须每个方向都侦办 那你刑事局如果只局限在319当地的社会面 黑社会组织 他从不去查到国安局 从不去查到可能其他的犯罪involvement how can they prove this true 我不是替何友谊讲话 我跟他的接触几次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说 他不去查任何的东西 他查了吗 我不知道他查了没有 这是正常的方法 你晓得中国的制度 你晓得中国的制度 因为他不能去查国安局 不是不能查有没有权查的问题 是不是 你说美国有美国的制度 中国有中国的制度 所以在中国的制度之下 你不能只怪刑事警察局 我们整个国家的制度 你要怪the system 你要怪the system 不能怪一个人 或者一个单位 不过至少可以对何友谊局长 是不是这样公平的讲 当他在查他说 我就我权限可以查的范围里头 大概是这样 但是有一些是我权限范围没有查 那是我不能回答的 这样是不是比较公平 因为何友谊每次出来讲话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但是我几次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很赞成 就是我们不要预先预定立场 他同意 我们要从物证找出来 去追 从子弹 弹壳 去追设计的 然后追制造的人 然后找到那个人 做签的人 您知道在当时 你的李昌玉报告 送回来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人都在那边等待 等待一个非常神态的一个答案 给大家一个miracle 你那个时候里头大概提到 就是说很可能是一枪两弹 也可能是两枪两弹 对一个枪管可能切开来 您是这样子讲的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侯友宜在后来 接到这个报告以后 他公开开记者会就说 你的报告证实 只有一枪两弹 他马上把你的报告 非常准备 变成只有断章曲的一部分 恕我直言 这是有可能一枪两弹 我并没有eliminate 你就是两个可能都有 那他说只有一个可能性 你证实了这一点 我证实了可能一枪两弹 也不能eliminate 说这是同一根枪管 做了两支枪 是不是 现在 总于找到了一些线索 假如这个线索到最后追到 说是国安局人打的枪 这自然会所流失出 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继续请教李长宇博士 当人们跟随着流行 Chanel大胆创新 用男装布料设计女装 以自己的风格成就时尚经典 当所有人都用小球杆击球 卡拉威创造了大尺寸杆头 编造了高尔夫传奇 当建筑就是直线加上曲线 被域名在直线曲线间融合了光线 于是线条美学有了新生命 世界正等待新的传奇 用青丝为转动世界 Mitsubishi Grounder 献给开创者的创新作家 12月25开创登场 Mitsubishi Motors 他们是双胞胎 他喜欢平静稳定 他喜欢冒险刺激 台信银行财富管理银行 用一对一智慧理财系统 建议他们完全不同的 理财规划和资产配置 幸福需要因人而异的呵护 台信银行财富管理银行 我发现啊 时间在我脸上停住了 不是我没变 而是新的SK2呢 帮我把时间的痕迹都擦掉了 而且擦得很干净哦 全新的SK2高效多元火服霜 经五年钻研 开创Dior索实幻颜科技 全方位多重修护 恢复肌肤巅峰状态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没有变啊 皮肤就像以前一样好 好到挑不出毛病 SK2呢 把时间停住了 帮我把最美好的 都留在脸上 我就可以停留在最棒的时候 擦掉时间痕迹 永远晶莹剔透 SK2高效多元火服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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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的 不悔的迷恋 乱世中流转的情缘 风云二七五七 最著名的专家 全球最著名的专家 所以不断的再加这个字 也是因为我看到 你在有一个案子里头 提到说一个小镇 他们等待你去破案 结果刚开始去的时候 人家说你是全球著名 后来等了一个月 你还破不了 人家就说是知名 最后就变成你是见识人 也一步步别 所以现在三一九 有点类似的状况 类似的状况 从神探人们开始在问说 Well what is miracle we can't have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 在台湾讨论非常多的 首先我先引用中国时报 在10月23号的一个报道 我想请教这报道 有没有正确 这是中国时报记者王良芬 从纽约Kennetica 对你的采访 他说刑事鉴定专家 李昌玉22日表示 据台湾一名法医的检验显示 陈士兵总统在三一九 遭到枪击案后 送医紧急诊治 当时白血球数值高出正常 他在真相调查报告中 曾引述这项资料 李昌玉澄清说 他本人并没有看到 陈水扁总统送到沁美医院后 当时医院急救的检验切片 但是根据法医的检验资料 陈水扁的白血球数值偏高 四维不正常现象 这个报道是正确的吗 90%正确 这个报道呢 因为这个最高检察展 released我的初步的报告 上面引用了 石台平教授的法医的 欺骗的观察的结果 因为我当时提就是 我的这个报告 不是法医的报告 我的报告是 见识科学的报告 这法医欺骗的东西 我没有看 但是石台平教授 他有提了一份报告 上面说 这个白血球 有遗传的现象 我自己没有看到 所以任何的问题 就是由石台平教授 请教石台平来回答 那我们在这个 石台平所用的英文里头 它也在里头被引用 叫做 infiltration of the universe 那我们来看奇美 我手中有一个奇美的 就义报告 当然这个 这应该要请教石台平 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请教你说 这种问题料理 谁能够回答 这奇美的就义记录里头呢 它的时间点很清楚 两点钟做什么 三点钟做什么 其中两点钟的时候 就开始做手术 两点十六分的时候 完成青疮切片 事隔一点四十五分 重枪是三十一分钟 我们简单算三十分钟 那现在呢 石台平法医呢 他引用了一段 非常著名的胃气 也是您请来的 这个法医专家之一 那么他说 the response can usually be seen under the microscope within an hour or two 一到两个小时之后 所以在我们台湾的医界里头 就有了争论 认为说 白血球异常 要一到两个小时以后 才可以出现 可是又有人说 不见得是如此 蚊子一咬就可以有破洞 那现在问题是说 这种事情要谁说了算 有一个专家讲的这么firmly 一个人又替总统 怎么办 就要找谁来说了算 我想我却没有讲这么firmly 他假如讲very firmly 他可以告诉你 他说一到两个钟头 one or two under normal condition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 这个phenomenal 也许人家寄望我们太大了 常常为什么有人问我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神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神 没有一个人可以play God 可以告诉你 所以你假如今天 有十台宾在这里 有Sero White Sero跟我几十年的好朋友 他讲的东西都是 就是one hour or two or two may be less 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但是你真正要叫他问他的话 他说 or maybe less 你就要看他很多的证词 看他写的东西 因为这个事情呢 因为即使说三十分钟 但是那个伤口 同时这个查了很多小富士 是不是irritate这个伤口 是不是白雪球的现象 所以很多的情形 我们都不了解 所以要怎么样了解 我现在提的问题就是说 你又问错人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假如问枪弹 我可以答复你 你问弹科 我可以答复你 所以在我的报告上 特别讲清楚 说要请教石台平 或者任何的法医 所以你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可能根本台湾 自己在了解这件事情里头 因为应该找一群法医来了解 假设你要做鉴定 这就是一个误证 对 不是不一定误证 因为每一个法医 他只能依照他过去的经验 对 过去学的东西 做一个diagnostic 你到医院 你去看医生 医生叫你 open ear mouth cough 给你的血送到 这个 diagnostic clinical laboratory 去看看 洪穴球的正常 你的protein的情形 但是是不是每个医生 他的诊断 你是否把这个资料交给魏器 请他再看一下石台平发音 当然有 那魏器怎么回答 他说 that's possible 他说30分钟 也是可能 他说 it's possible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 写的时候 写得很清楚 就是这是 另外一个问题 就像好像 为什么不穿防荡马甲 或者改变 他应该被提出来 继续讨论 讨论 当然 这个任何的一个 科学的东西 我写的报告 也不是说 authority that's it 每个人都要听我的话 你的看法是 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有人提出来 应该被追查下去 当然可以 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追查下去 我们进一段广告 可是可惜的是 可能只有在我们节目 被提出来 没有人要追就是了 我们进一段广告 那曾经是我单身的地方 那曾经有我童年 最美好的时光 那曾经是我后来 急于逃离的地方 现在 却是我心头 永远也离不开的地方 一家的价值 启动前进的动力 房车生活新思潮 Centra Shift the Future Nisa Centra iStyle限量版 全新诞生 一般的方向器 远一点就闻不到 现在 有个神奇的新发明 唯一内装迷你风扇的 满庭香风扇香精油 吹送自然清香 让每个角落都清香 满庭香香精油 满庭香风扇香精油 哇 海面好漂亮哦 哇 难耶 您需要宝贝玉卒 睡前按摩双脚 同时滋润双手 玉卒在线 美丽无限 宝贝玉卒 还是护足了哦 天天吃阿盖 我有健康的膝盖 五周再推出 塑食阿盖 让食材的人 应用银筋 筋骨用 五周 他就做书 不是靠公共 第一纳阿盖 售食阿盖 现买现瓜 瓜到 再来一罐 众星云集 魅力四射 三十一日晚上六点半 新光三月 信义新天地广场 中式跨年晚会 金车满散 邀您相约 欢唱到天明 让面体更Q 更健康 满赞非油炸素食面 头发的保湿 能持续几小时 我不想交给命运 Muts Hair Muts Hair 护水保湿洗发乳 它有长效补水薄膜 就像一直给头发敷面膜 不断补充水分 秀发持续保湿 八分干的水量 一直跟着我 护水保湿洗润发乳 国际美法沙龙 Muts Hair 在先风云 黑暗过去 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 你跟第二梦 还有不经缘跟蠢蠢 只可分 不可喝 江湖险 人性更险 只要把你毁灭 我才能够过得快的和气 兄弟情义 遗不过人性陷阱 你还回来干嘛 快走啊 你想去服他 就服决服决 周一到周五 中十八点 武侠好戏 风云二 七五戏 我们今天专访的是李昌宇博士 请教一下李博士 您刚刚特别提到 在所有这些问题里头 已经你所有报告里头 最大的重点 就是第一枪针对吉普车 你要不要就这个问题 多做一些说明 因为很多人 其实他不是办案的专家 他看不懂这句话 What does that mean 这意思是什么 什么叫做第一枪针对吉普车 在这些 我们 到了台南 那天晚上 我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这个 吉普车挡风玻璃的 那个弹洞 我们计算了 这个concentric ring 这跟它的radial fracture 旁边的 逃出去的 裂痕 跟圆圈圈 这种呢 这个concentric ring 跟radial fracture 通常告诉我们 这个是不是子弹打的 这些证据告诉我是子弹打的 所以其他的推测 说用眼钉啊 用锤子啊 用什么东西 是通通speculate 没有证据的 对 那个是个子弹洞 你觉得第一枪是 那个子弹洞 等一等 那个子弹洞 它可以代表什么 第二个我们要看的 是进口跟出口 假如那个子弹从机部车打出来 或者从外边打进去 这代表两回事情 对 很重要的线索 对 我们判断了 从它的进口出口 是对我们来看 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天天看子弹洞 这个是从外边打进去的 对 不像说一般有些传说 说是从里边打出来 没错 所以你eliminate那些problem以后 里头特勤打的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子弹是从外边打进去的 这个从外边打进去 它的大概是54度 从外边从左边打到右边去 从左边打到右边去 右边去 我们对着 对着这个挡风玻璃 它是从这边打过来 这样 好像这是个挡风玻璃 我的前面 挡风玻璃 它是这样打过来的 没错 那那里坐的是陈在福 这里坐的 他在打电话没有感觉 我不知道是谁 我里叫他身上 他的侍卫长 就是他侍卫长 这个是个司机 这里一个司机 陈隋扁站在这后边 陈总统 陈修连坐在一个椅子上 子弹是这样打过来的 我们做了弹道的计算 我们用镍射 用reverse procedure 算出来 所以这个子弹 当时很多人说 是从二楼打的 从什么屋檐打的 那都不可能 一定是从这个 接到旁边打的 所以你觉得就是要在那里找到 低少有一个会发第一颗子弹 第一颗子弹 这一颗子弹 我们已经证明了 有第一枪 有第一枪对着吉普车打 对着吉普车打 假如说要暗杀 为什么我说不是政治谋杀 因为陈总统站着 吕秀莲 坐着 虽然坐着 吕副总统也是很高 更高 是 所以要对着 要暗杀一个人的话 你对着头打 对着身体打 没有人要暗杀吉普车 这样 就是 所以为什么打吉普车 你真的 就是要创造一个incident的意思 创造一个事件 所以呢 这些事情呢 是侦察人员 或者应该讨论 这个 所以你的意思说 对象小组的 或者委员会 就是要查这个问题 他们应该去查这些问题 关于多少白雪球 真正白雪球 当然可以 选择这些事情 但是倒是 遗传是什么 是很多很多呢 或是稍微多一点呢 或是 just few extra 好像说 为什么不穿防弹衣 这些都是peripherate 所以你的看法就是说 曾教会应该去查 谁要杀了那个吉普车 就可见他要创造一个事件 他根本不要政治取命的 后面的两个总统 或副总统 为什么要说打肚子呢 他假如要取命是 一个人打他的头 打他的胸口 他心脏部位 我们一生看了很多的 简单讲 不是他的政治对手 不想杀他 我的简单讲 不是政治磨杀 我在讲 不是 自己 自己打的 自己演的 所以 这些 我可以eliminate 你讲的是 其他的东西 这句话 这句话很多人在讨论 就是您讲说 不是自己打的自己演 是指说 不是陈隋扁自己打 还是不是陈隋扁自己人打的 我只能说 不是陈总统自己打的 我也不能说 是他的人打 也不能说 不是他的人 这个你没有办法看 你只有说 反正这一枪 不是阿扁自己打自己 那是不可能他打自己 所以一定是别人打他的 再来我请教您 你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我请教您 有两个科学家 其实到New Haven去见过你 对对对 那这两个科学家 后来就回来台湾 在你的指导里头呢 做了一个终端弹道实验 可是他们在台湾 不是我指导的 就是他们在你给你讨论 讨论的 我讲这个字眼 对 然后他们后来回来台湾以后 他们不敢曝光他的身份 就请了周锡伟公布这个报告 可惜在台湾呢 因为大家一看到 立法委员周锡伟 就觉得forget about it 因为你根本没有 这个领域的专业 他们后来这个报告 终端弹道实验 其实送给您参考了 那他们在这个科学家里头呢 他所得到的非常重要的观念 他就是说 他认为在那个现场里头 除了第一枪之外 还有陈水扁身上 所找到那个子弹之外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被冲 都可以被放回去的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被改变 因为他现场被封锁了 所以他的科学家的想法说 应该要从物理 还有他穿的衣服 比如说他的衬衫 他的夹克 他的内衣里头 他去从流体力学的角度呢 去当见识的重点 而不是把重点放在 现场那个地方的弹道 那所以他们认为 应该所谓科学 而且就是用以前 你在Ogen Simpson 那个例子里头说的话 地球上 他就有一定的科学的范围 他可以 什么状况里头 多少的热量 可以打破夹克 可以打破衬衫 可以打破内衣 可以创造这个伤口 他们认为 所有的见识重点 应该放在这一段 你同意他们的结论吗 在我的报告里面 提的很明显的 这两位专家 其实好几位都是 我很有专业的专家 但是我的报告 没有采用任何他们的结果 为什么 也没有采用 刑事警察局的结果 为什么 非常很简单的 第一个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枪支 第二个 我们不知道枪管 到底什么样子 第三个 我不知道火药装了多少 所以计算能量动量 这就是 见识科学 跟其他基本科学 不同的 为什么见识科学 不是物理 不是化学 不是生物 为什么见识科学 自己是一个学门 就是我们这个见识科学 并不能什么东西 都是有物理的现象解决 化学的现象解决 假如真能用物理现象解决 化学现象解决 一切的话 那世界上没有不破的案子 这些案子 我们 主要的 就是从蛋壳子弹去追查 他也是从子弹了 经过了九个月 听我说完 经过了九个月 的努力 我们做到了什么 现在大家都了解了 你假如我在那里拼命计算 认能动能 我怎么能知道 那个蛋壳 它是每一个火药 撑过 这是三公克 第二个也是三公克 第三个 它还是拿个汤汁 倒了一点 倒了一点 这个多一点 那个少一点 假如你每个子弹 火药都不一样 假如你每个子弹 自己都修过 手某个装过 你觉得因为子弹火药的不同 所以即使他找了这个千弹 他有它的尺寸 也计算不错 等我找到千只 再计算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国际电话 别加六秒计飞 007 独加一秒计飞 现在打007 圣诞送百万 现打现赚 天天再拿一万 007 金圣诞 国际电话打007 真是棒 女人啊 都是爱漂亮的 以前我喝高铁高钙奶粉 现在有更好的 健康一生 女性专用奶粉 含奈米钙跟奈米铁 奈米化的钙分子 铁分子 比一般分子更小 更好吸收 喝下去的铁 跟钙 通通吸收了 你看 我们怎么是一家族人 健康一生 健康一生 女性专用奶粉 调节生理机能 绿花椰素配方 新上市 世界有多美 由您的眼光来决定 Pioneer电章电视 独创直度薄膜面白 57亿5000万色的色彩表现 让您看到最细致的画面 用最高眼光看世界 Pioneer顶级电章电视 Pioneer M-I-R-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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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活就要活得痛快 每个人都有梦想 我相信只有把自己的梦想辅助行动 才真够有意思 我就是这样子 虚拟师VSOP活得痛快 当三一者枪击案李昌宇博士被邀请回来台湾进行见识工作的时候 李博士曾经讲过一段话 你说这可能比破干的敌案还要来的困难 那么现在呢找到了制枪的工厂 我想请教李博士 因为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政治案件 那过去的政治案件呢 大家对刑事局的信心都很低 那因此呢 就是他说他找到枪支工厂 尤其在悬后两天 然后郭真尼检察官说找到了很久 不是这两天才找到 那所以所有的这些讯息 都让大家对刑事局答的big big question mark 到底他讲是不是真的 你现在回来看 那个工厂是真的跟三一九是相同的子弹工厂吗 我没有去看工厂 但是我看了这些痕迹 我也知道这个在公布之前就有了 好几个月之前就有消息了 他们找到第一个子弹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走的时候建议 就是给所有以前的旧档案子 通通调出来重新比对 那些旧档案子 那些子弹都在档案里边 那就是database 很重要的资料库 六千个案件 所以不是说一天能比对出来的 九个月的时间并不长 假如在国外可能比九个月更长 所以后来您确定现在找到了 唐首义这个工厂 你觉得是对的方向吗 是对的方向 是对的一个方向 现在问题是这样 像我们看你以前办很多案子 比如我手上非常多 你的神探办案里头 第一个你们常常会进行测谎 但我们这次的关系人 从总统副总统 国安局长 总统副秘书长 没有一个人可能接受测谎 因为刑事局也没有能力 把他抓去测谎 侦调会也没有能力 把他抓去测谎 检察官也不敢把他们抓来测谎 这是一个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您的报告以你的报告为例 他是在法院判决之后 才公布出去 在法院的审理的过程中 林宋律师跟他要 叫他交出来 他不肯给 就是给他们看 让他们三个人看五个小时 他们根本专业名词都不懂 所以等于是在 没有任何公开的资讯之下 真调会至今 还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调查 所以对于所有刑事局 拿出来的资讯 大家都认为说 他不够透明 不够公平 而是一个充满了特权 包庇的一个调查 所以我想请问您 就觉得你想交给台湾社会 就是现在看319枪击案 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重点 现在当然有子弹 有子弹 追这个制造的人 找到这个制造人 就是找这个签字 假如我们能找到买签的人 就从这买签的人 追到开签的人 如果开枪的人已经死了 死在安平港 死在安平港 假如你怎么知道他是开枪的人 我是如果 如果他一定有一个事 像以清风案一样 像以清风 以清风案件 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连衣服都烧了 以清风案 在好几年之后 新市警察局也跟我讨论过 你觉得真调会可以做什么 真调会 假如到美国的操作程序呢 真调会应该有 独立的 监督权 独立的监督权 真调我觉得 还是要 刑事警察局 见识科 我相信 见识科的人员 不会做假的 我也相信 刑事警察局的人 希望能破案 对社会有一个交代 这个真调会很重要呢 就是 看这个刑事警察局 跟见识人员 是不是 他的结果公正 不公正 该做的事情 该做了没有做了 该追的有没有追出来 追出来 然后听 别的专家学者 好像刚才你说 两位专家 他测试的 或者其他人说 那不是弹孔呢 都经过真调会 你不能因为我排除了 那个可能 就是说我 绝对是正确的 我的报告 像真调会 像我要的时候 我马上就点了 或者他找到枪支以后 他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终端实验 他再回过他来做 就是 当然 就这个方法可以被采用 当你找到枪支的时候 可以重新再回来 重新再回来 再做一遍 这些物证 不会摧毁的 你觉得我们39 可以找到真答案 yes or no 这个 很难答 yes or no 很多yes or no 因为我一生 从来不放弃一个案件 一个案件 破案不是一个人的能力 是整个社会大宗 整个建设人员 一起刑警 内情外情 一起工作的 我一生就是相信 听闻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案件 应该给他们一点空间时间 不能说像以前 你不可能险其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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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你收看 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火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